喜师傅说故事 最圣王子 从前有一个波斯逆王 他的膝下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琉璃太子和最圣王子 其中最圣王子虽然没有太子之尊 不过他从小到大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却让人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话说 当最圣王子出生的时候 四方来对国王表示祝贺及进贡的国家特别多 盛况空前的景象 连波斯逆王自己都觉得纳闷 国王心想 奇怪 太子出生的时候 送贺里来的人也没这么多 今天只不过是小王子出世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呢 正因为刻刻迎门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国王就为这个小儿子取名最圣 后来小王子渐渐长大 由于知书达理又好学不倦 因此深得国王的欢心 国王为了让王子有一个优雅舒适的读书环境 所以特别用七种珍稀的宝石 将他的宫殿打造得美轮美奂 而且还派了穿着金银服饰的侍卫和宫女 站立在宫殿的四周 以供王子差遣 国王对小儿子的偏爱 引起了流离太子的嫉妒和愤恨 他私下召集了一支寄兵队 命令他们到最圣王子的宫殿去 用武力将他逼出皇宫 流离太子心里想 这么一来 就没有人可以和我在父王面前争宠了 不过事情并不如太子所想象的那么顺利 当纪兵队浩浩荡荡的来到最圣王子寝宫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天空中突然来了一批天兵天将 他们凌空而下 整齐的将王子的宫殿围绕起来 庄上的军容 威武的声势 让流离太子的寄兵看得是目瞪口呆 而且吓得落荒而逃 流离太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怒气冲天的说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宫中私藏军队 莫非想要造反 本太子这会儿不用废一兵一足 就可以把你这个居心不良的叛国贼给揪出来 于是流离太子率领了一群人 准备到最圣王子那儿去兴师问罪 可是当一行人抵达王子寝宫的时候 四周却是寂静无声 一点杂乱的痕迹都没有 最圣王子听见外面有人在议论纷纷 就从房间里走出来一探究竟 原来是哥哥呀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快坐下来喝杯茶吧 你别假惺惺了 你快说 你是不是偷偷在宫中养了一批军队 准备要造反呢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你还装傻 我的部下明明看见你的宫殿周围都布满了军队 人赃巨货 你还不承认 我确确实实没有造反的阴谋啊 不相信的话 你就搜吧 太子的人马在最圣王子的宫里 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 结果连一个小兵的影子也没有 琉璃太子这时候就想着 他这个弟弟平日的作为 又回忆起寄兵队描述的种种 开始对最圣王子的一切感到迷惑了 他听说佛是一个无事不知 无事不晓的大觉悟者 因此他决定亲自去向佛请义 佛陀啊 为什么我的弟弟一出生 就能够得到所有的宠爱和关照 无论他想要什么都能称心如意呢 佛陀知道琉璃太子的嫉妒心咒 就对他说明了最圣王子过去的一段姻缘 佛陀说 从前唯卫佛出世的时候 最圣王子常到寺庙中供僧 由于他对三宝十分护持 因此常在贡僧之后 要他家的仆人打扫寺院庄严道场 因为他注重修养得恨 又情职善根 厚陪福德 所以才感召了之后好几世 天上人间受福无量的果报啊 要知道 在佛门修得修福 自然就有护法神在身边护卫 所受用的殊胜果报 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呀 听完佛陀的一席话 琉璃太子这才对自己的蛮横无知感到惭愧 并且对之前的所作所为 生起深深的忏悔心 这则故事是出自于《辟语经》的最圣王子 南无阿弥陀佛